欢迎收看摩波龙新一期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进行四级野怪的最终排名 并且会附加一些非常经典的对决 本期视频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测试出谁是真正的四级兵老大 谁是最厉害的四级野怪呢 就在这上面 大家请把自己的猜测打在公屏上 我们话不多说 正式开始 首先是两名熊怪萨蛮的对决 众所周知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来自北极的熊怪 绝对比普通的熊怪萨蛮厉害不少 只需要在熊怪萨蛮使用生命恢复的时候 释放一个驱赞 就可以顺利的结束掉这场对决 小样现在没办法了吧 即使是在第一时间释放驱散 也可以让目标恢复一秒的生命值 因为在你听到目标使用了生命恢复这个音效之后 它就已经恢复了一秒生命值了 以此类推 这两个生命恢复即使是在第一时间被驱散掉 它仍然可以恢复100点的生命值 最终北极熊怪萨蛮还是凭借着三点的额外护甲赢得了对战 接下来就是两名生命恢复型野怪的最终对决 蓝色龙人学徒普通攻击中型护甲 熊怪萨蛮穿刺攻击中型护甲 双面克制怎么可能赢呢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 但是非常浪费时间 龙人这30多点的攻击力 砍在一个中型护甲身上 这伤害简直就是爆表 立威犯佛 哈哈哈哈没想到吧 老子还有一个生命恢复 恭喜蓝色龙人满血干掉熊怪萨蛮 接下来我们进行和北极熊怪的对决 又是熟悉的双重克制 又是熟悉的配方 在四级近战野怪卷出来的雪霸 放进远程野怪当中 自然也是大杀四方 野怪释放驱散技能都是比较迟钝的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但是问题是即使在第一时间驱散 他仍然没有获胜的可能 大家请把龙人永远的神打在弓屏上 既然驱散和冰甲都打不过他 那么这个暗影突袭究竟能不能打得过他呢 很显然你想多了 我有生命恢复 完全可以硬扛你的暗影突袭 哎呀 真是可惜了 蝎子的仪式英明 你看看这一个攻击能扣多少血 你看这血条消失之数多么的恐怖 常常的四级远程的第一梯队就这吗 我还没有动手你就倒下了 只有一个人能在三位三当中干掉龙人血涂 他就是拥有驱散和混乱型攻击 并且带有剑射伤害的艾瑞达巫斯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 这位四级野怪终于有一个对手 不像三级当中的剧毒素人一样 一个对手也没有 之前的艾瑞达巫斯 凭借着克制还有剑射伤害 赢得了对战 有些甚至不武 但是这位海巷人又不择 可以在单挑当中干掉龙人 只要你本质上是一个近战的白板野怪 我就可以干掉你 这场对决又臭又长 不想看的朋友可以往后拉一下 这个黑色的小方块是蓝色龙人的贴图问题 大家不要在意 现在使用的还是脆火的1.1版本 之后的那些版本 虽然说都比较真实 但是大多数都比较黑 而且阴影也比较重 换句话说 如果路程视频在观感上 完全不如现在的光效 这么阳光明媚 哎呀呀 看到龙人吃饼 多是一件美事啊 鉴于之前没有经过测试 直接把狂暴元素扔到第四第五梯队 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了 所以说在这里给他安排一场对决 暴怒元素一个非常冷门的野怪 拥有魔法免疫技能 本身的生命值也非常的多 虽然是穿死攻击 但是他的射程只有300点 并且按照常理来讲 这个野怪应该是具有建设伤害的 但是由于bug他并没有 那么一个要战斗力没战斗力 要属性没属性 要建设没建设的单位 不是第四梯队又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看在魔免的面子上 他应该是第五梯队的野怪 下面我们来选读一下比赛成绩 第一梯队有蓝色龙人学徒 熊怪萨满和珠蝎决地者 他们都是从四级野怪当中 卷出来的超级卷王 按照胜率排名的话 依次是龙人猪蝎还有熊怪萨满 第二梯队有两条狼 三名巨魔高级祭司 德莱尼先驱 海巷人诱捕者 北极熊怪萨满 还有巨型蜘蛛 你想要斧头吗 你想干嘛 他们都是四级野怪当中的佼佼者 如果从第二梯队选出前三名的话 应该是巨魔高级祭司 德莱尼先驱 还有海巷人诱捕者 这群都是第三梯队的野怪 大部分都是白板 所以说没有什么好说的 大家请看一下 第四梯队仍然全部都是白板野怪 本来想把这个暴怒元素放进第五梯队的 但是我担心有一些人又会说 哎呀人家可是磨免单位啊 怎么能放进第五梯队呢 所以说我直接把它放进第四梯队 冰魂是四级的最烂野怪 没有之一 无论是单挑还是团战 都达不到平均水平 并且如果让AI来操作的话 它的暴风雪放的完全不准 完全没有什么卵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